你有沒有在玩Candy Crush Candy Crush現在是手機最當紅的遊戲 很多人玩到一個停不下來 但是台北地檢署有一位書記官 被人家發現說怎麼上班的時間偷玩這個Candy Crush 而且他不是在手機玩他在網路他就在電腦上面 大螢幕就這樣子大喇喇的公開玩被人家看見之後 拍了照片PO上網說 納稅人的錢拿來養你你打電動 上班時間這樣太不應該了 這位書記官事後也自首被寄了一次申戒 看來一整排糖果瞬間消除 是不少人休閒時追求的快感 甚至忍不住上班也要偷玩一下 男子坐在電腦前忙著應付一堆糖果 不認真工作 有民眾到台北地檢署領回保釋金 卻發現這名邱信書記官 在衛民服務中心裡頭打電動 拍下照片PO上網 痛批太不應該 這樣很誇張 就偷偷玩遊戲是怎樣 我們講所以但是 不是說是你應該要為我們做什麼 但是就是說是你應該為民眾做一些事情吧 該做的還是要做 不要因為 就是遊戲然後荒廢了自己原本該做的事情 這款遊戲熱門程度連藝人都在瘋 像五月天阿信 甚至NBA球星林舒豪 都卡關在臉書求救 只是書記官上班時間玩這個 混水摸魚 被檢抓開烤機會 絕一記申戒一次 過去網路遊戲 開新農場憤怒娘火紅時 也曾造成上班族瘋狂 警政署還一度下令 若上班時間種菜打豬頭 就記過申戒處分 就怕像這樣被民眾發現 影響社會觀感 追求劉書的專觀展 台北報導 電視劇院